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就想来一个首尔的VLOG 因为我现在就准备去IKEA 就想买一些床单啊 家里用品啊 还有一个猜面团那块针 因为其实我有去过韩国的Daiso看的 但我去了好几家都找不到那块针 打算顺便去IKEA看看会不会有机会找到这块针 自己就用IKEA和MUJI的床单 是一向都很好很舒服的 我都有去过韩国的MUJI看的 但价钱就真的比香港贵一倍 可能它有税的关系 还有它的质地都可以 款式都比较多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韩国的IKEA和香港的IKEA 今次就买了这杯飲料 味道也挺特别的 它是珍珠奶茶再加咖啡 即是香港可能是鸳鸯 它的做法不同 它这个直接是奶茶 然后加咖啡机 即磨的咖啡 这样混合 香港的鸳鸯 它的茶餐厅是会煮的 因为韩国的IKEA 就不在首二次中心 它就会比较近郊 通常都是会自己开车去的 如果开车的话 车程大概40至45分钟 坐地铁的话 我想一个小时至一个半钟 因为它没有直接一个站 是可以去到IKEA 他们要坐完地铁之后 就要转巴士才去到 所以比较麻烦 而且浪费时间 这间IKEA非常方便 因为它是连着落天百货公司 大家可以走完街后 再来IKEA走得OK 一上到门口位置 这里就有两排的储物柜 是可以给大家放下私人物品的 这样大家就可以很轻松地去行IKEA 非常贴心 上到二楼之后 就会看到有餐厅的menu 它的食物和香港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韩式猪肉炒饭 下面就是肉丸 看到都流了口水 我找到我想要的签 就是这个 即是做蛋糕或者做面包 你会在上面插粉团 那块质 那就是9千元 9百元 我从香港只可能70元左右 但我找不到它是哪里有 因为它这里是展示室 然后我刚刚走过就看到它 哇 终于找到了 走到太大了 有点累累的 之后才找到它们 很多款 而且它很多都掛出来了 因为香港的IKEA 它不会全部都掛出来了 它求它选一些热卖款 这样掛出来给你们看 但这里基本上 每一只款都掛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就已经走完IKEA了 那最后呢 我们是什么都买不到的 因为这家IKEA 比平时的店铺早收换 平时是9点收的店铺才关门 但这家8点半已经关门 那我们走完Costco之后 就来到这家IKEA了 接着走了一会儿 即是7点多 走了一会儿 那我们打算去餐厅吃东西 那家餐厅呢 8点钟沙漠 之后呢 我们就算了 我们继续走在IKEA买 我们想要买的东西 怎知道呢 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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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去广播 说8点半沙漠 所以基本上 在这么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那床单啊 那些东西呢 因为又是太急了 所以我们最后都没有选择 然后买那个 做麵包那块墊 我是进门口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的 然后找不到 所以我们什么都买 没有买到 食物也没有吃到 最后呢 就买了 去IKEA的热狗 那就完结了 今天去IKEA的这个东西了 哎 其实最之我们 先不要去Costco 应该去IKEA才去Costco 因为Costco也是收9点的 但我们真的没有想过去IKEA 收得这么早 不过不要紧了 因为来到 发现原来附近也算是多少 可以走的 那下次呢 可以再来多次 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段影片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